MX PAX 隊伍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比賽是 MX PAX 對上馬路 在這個PICKED FAST 決賽上的比賽 那這是一場BOOCHI 那這是雙方的第一場 好那我報一下點位 第五左上角藍色藍色神族 MAX PAX 第五右下角紅色紅色的人類是 馬路 這已經是決賽了 這個比賽也是 強度非常的夠 那雙方也是一路過關斬將 那前幾天有聽到那個 有 有其他朋友說這張這場 他們雙方打的蠻精彩的 所以我特別把他打開來講解一下這場 好這邊開場MX PAX 這邊是干擾一下馬路的開 開個惡況 因為人類比較沒差人類等等那個基地可以飛起來 所以他就直接馬路在旁邊先蓋了一下 不然會被拖延到太多時間 好那這邊有留一個位置 所以等等那個死神做出來後是可以直接放那個反應爐 好那馬路的習慣這個死神應該是會把自己周圍繞一下 對看一下有沒有野什麼VS啊冰影啊這種 那他是要往上走 基本上應該是先找那個野畢具 野畢具的那個位置 然後往下走看一下有沒有野VS 那如果說馬路應該 也不要說馬路應該說大部分的人主頂尖選手 對這個開場出死神的話都會先把家裡繞一繞 可能跟你跟各位在天地上遇到的對手可能不太一樣 包含我自己遇到的對手大部分死神出來都直接直衝神租家的 那像這些頂尖人類尤其是馬路他都是通常都是先把自己周圍尋一繞 細節把他做滿 這邊是飄了一個教室進來 那馬路也是第一時間把不義戰升起來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偵察到什麼東西 但是門口有看到有個反應爐 這是他目前得到的資訊就是有一個碉堡 對然後看到在出路戰隊 然後門口這邊是沒有看到VF在那個冰影旁邊 那如果說VF沒有在冰影旁邊的話 那就意味著VF沒有辦法吃到那個 他沒有辦法跟那個冰影交換復健啦 所以說開場那個兩火車這種開局就可以 基本上就不會遇到了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就是直接兩台火車然後往人家硬衝 那這邊是有看到路戰隊持續在出喔 那一般這樣子的話可能會防個什麼鬼雷 鬼雷的話VF也是不需要去吃那個反應爐 防個頭鬼雷 那不過這場馬路並不是這樣打 馬路這邊是後面多補了第二個兵營 而且後面是有升科技實驗室了 這邊看起來是要打一個多槍兵打針的壓制喔 那神族這時候差不多四分出頭會開三框 那等等那個槍兵過去的話 如果說神族的沒有鈣電池或是兵不夠多的話 很有可能就直接被打傷 這邊四分零六秒把自己的山地開下去 這邊是走引刀 引刀已經快好了 引刀已經快逃 引刀塔已經快好了 人禁也過去 要直接在臉上刷引刀 那因為這個引刀是有人禁的喔 那在前期人類的兵力還不夠強 也沒打針的情況下 這引刀其實可以鬧的東西 不過這場馬路 並不是科技開喔 他是 他是打針大量 大量陸戰隊開局 喔這邊好像 這邊蓋一個防空塔 什麼 難道有感覺 有沒有掃描 能量目前看起來二框是很乾 唉唷 好少了一下少了一下 可能打不掉 因為那個火力 火力不是很夠 那現在主礦這邊也被投了引刀 引刀雙線繞起來 三個基地 三個基地好像還行喔 喔這邊主礦的防空塔也蓋了 好那 你看這個引刀強就是 我覺得有這種人進的引刀 這基本上不算大招 就是因為你 你砍一砍對不對 你的引刀是可以載走 而且 他知道砍完對不對 還可以合白球 合白球後對不對 你可以再繼續投過去 去殺那些陸戰隊 然後在臉上刷狂戰士 那個白球很強 好這邊是要直接合 這邊看起來應該是要合兩個球 應該是要合兩個球 好再刷一個 好現在是準備有兩顆球要進去 然後閃線 閃線再升 那神主的這個三塊雙是目前 運的還蠻不錯的 那等兩顆白球投進去對不對 可是現在 Mate Pass 呃剛剛應該也知道 對方是多兵一開了 所以打針 他這個人鏡要特別小心 因為等等陸戰隊一個打針上去 這個人鏡可能會掉 喔 好白球一摸 人鏡要小心一點 現在已經有打針了 好所以說那個 Mate Pass 這個神打人的這個打法 對不算大招 他這個是一個 營運型的 開山礦 的一個 鴨子啦 喔一個鴨子 他這個打法其實 很吃手術 那之前那個 Trap很喜歡這樣打 喔之前Trap很喜歡打 這樣打 不過Trap好像是 去當兵了吧 不然的話以前Trap 打人類對不對 肯定打一場Bull 7 很有可能啟動一場 就摻這個打法 好這邊先刷兩隻 喔這邊是要直接閃墜一波了 這邊是山基地 沒有在補 沒有在補農了喔 我們看一下那個Max Pax 現在是三 65農 然後 士氣 現在是大量閃墜 要直接去壓了 閃墜 好了 閃墜好了 這邊是 這個 控圖能力很強啊 他這個墜裂在前面對不對 對 對方過來的時候 還要被他追裂先白打個幾下 好 現在已經到了神竹家附近了 現刷一群追裂 事況也開了 這邊是直接打增衝過來 白球 白球有點卡到 不過有人靜在啦 有人靜在的話 這個白球如果 就算被人類集火 也可以第一時間把它載起來 好 那馬路的山礦也在營運了 這邊把白球往前頭 往前繼續追擊 哇這個被操作很不錯啊 操作很不錯啊 那這邊升級的提速狂 巨像也在做了 哇這整套行運流水 沒有實力喔 馬路二攻 一防也要好了 一防升到一半 因為他這場是打一個 嗯 速打針的開局啊 然後又被白球鬧 所以這個看起來 這個一搖艇來 一搖艇做得很慢啊 現在那個 馬路的部隊對不對 都殘血了 而且家裡又被鬧 完了完了 馬路山很不舒服 好正面這邊上面打起來 閃追往後跳 閃追基本上也是無損 馬路這邊是有點 路那個一搖艇有點少 喔一搖艇有點少 他上下的部隊都是殘血的 現在趕快要把一搖艇續起來 好這邊繼續騷擾 哇這節奏很快啊 好馬路這正面一波大的 這邊是否拉農啊 後面是 後面怎麼有一坨 一坨 好像不是農喔 有了拉農拉農 哇 ALL IN了ALL IN了 ALL IN了 這個幾乎拉兩塊農了 馬路大概也覺得這個 繼續打下去 對他來說太不利了 這邊直接拉農民 因為對方也是走巨像喔 那這個農民對巨像來說是 很有 很有 當一個肉盾的效果的 大量工兵衝上來 大量工兵衝上來 好那MAXPACE 且戰且退 掉了一隻巨像 掉了一隻巨像 後面有沒有電池 有一個超越電在哪 喔 狂戰士 工兵快死光了 工兵快死光了 好是他MAXPACE 再往後拉一下 是他把白球 呂扣回來 呂扣到哪裡 二礦嗎 白球在二礦嗎 白球在主礦嗎 白球在四礦 好是他上斜坡 要清這波 鬼雷鬼雷又炸了一波 哇 完了 我怎麼覺得他一拳打死了 大家是往下走 看起來 看起來這個MAXPACE好像有點 扛不住喔 這正面有點強 馬路的正面有點強 是他把三礦的工兵給清光 哇 哇 這邊停電了 好 現在大量的部隊往二礦走 現在刷了一個引道 但是那個馬路有四個基地啊 四個基地 這個引道大概 不是很好 沒有辦法有很大的作用 這邊二礦也要掉了 工兵拉出來 最後一波 白球摸起來 這波看起來好像 噢不行 後續的馬路的兵又續上來了 因為馬路剛剛是ALL IN了啦 所以 他是ALL IN之後對不對 工兵又繼續按喔 所以他起碼也有個兩礦經濟加上礦羅 所以他經濟性沒有比神主差 好這邊 看雙方是差了五十人口 差了五十人口 馬路家裡應該是有一大坨的兵在家裡 可是正面看起來很弱對不對 那他家裡應該是有一大坨的兵在家 在家 做防守 好這一波 將三台醫療體往前衝 那馬路的死殺是人口落後 而且工兵數量也比較少 所以 呃 看起來是有點 有點艱難啊 這個可能要裂光球炸個幾發大的才有機會 但是 可惜他沒有裂光球 這個正面直接推上去大概就 快不行了 所以先把下面框點了 這個 這個他也沒有 馬路也沒有急著決戰啦 先把這個 max max的經濟秘賣給斷喔 請一下 好 直接上 二框 要上主框 要上主框 上主框 上主框 是不是有點 好 不管了 這邊把水框點一點 好 拉一個陣型 現在maxmax上來陣型很差 巨像要被點 巨像被點 哇 這沒機會了 這個陣型實在爛到不行 看上面的狂 而且衝上 哇好卡好卡 白球上不去好卡 白球終於上去了 但是已經沒有兄弟 好這邊maxmax打出GG 勾起馬路 拿下第一分 那這個的話 其實maxmax前面打的真的非常好 但是 馬路在 絕地逢生之時 對不對 把他的 工兵 ALL IN ALL IN了大概一半的工兵 超過一半吧 因為他的二框跟三框的工兵 全部拉出來 然後結果這波確實是打到了 很好的效果 你看我們看那個 maxmax剛剛在守這波的時候 他的巨像都掃在那個 碳射機上面了 不是碳射機 碳射機自己的 他都掃在那個ACP上面了 所以 幫馬路的部隊 爭取了非常多的時間 那馬路部隊 在那個ACP被打的時候 一直清掉那個狂戰士 所以就變成是 用了那大量的ACP 換了對方的狂戰士 所以maxmax 最後就剩下那個什麼追獵啊 巨像啊 沒有漏盾 沒有漏盾的話就打不太贏 那個人類的那個部隊了 好這邊是 就是 野了一個兵營 那man space這邊 是直接放一個兵營 把那個斜坡卡住 唉唷 那如果說這張圖 可以直接一個兵營 把斜坡卡住的話 那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 這張圖 喔 那這樣這張圖不錯喔 這個因為 那個地方 斜坡那邊對不對 是一個三 三格的 跳台 那邊是一個三格跳台 你剛好放一個兵營 是完全可以卡死 所以如果說這樣子的話 可以直接卡死的話 那確實 這張圖是還蠻適合 在打人類的時候 賭斜坡的 因為你看喔 他到斜坡蓋那個水影塔 你看他到那個跳台那邊 蓋水影塔 他 工兵所需要走的那個距離 其實蠻短的 好 這邊看起來是要直接2BB喔 太狠了太狠了 好 雕寶沒有蓋起來 這邊要直接2BB了 好 雕寶硬蓋 那這邊後面是蓋電池 所以裂快出來了 那大概9隻農民 這狂戰士 這狂戰士真的還蠻關鍵的 哇 工兵死了 4隻 只剩一下那隻工兵 可是不行 這個如果硬體 可以可以 用了4隻農去換了 換了這個碉堡 哇 那我覺得 Maxpex 呃 這有點懸欸 這個 呃 我是覺得馬路 馬路優勢啦 馬路這邊後面是要接那個 科技 他接科技 他如果說今天是 開礦的話 呃 有 這邊礦也開了 嗯 我覺得Maxpex這邊 這邊的 工兵損失有點太大了 他剛剛是 死了大概 八隻農 八九隻農 死了八九隻農 所以 呃 我們看一下馬路的人口 呃 他的工兵是比較多的 那人口也是領先 那主要是 接下來要看這個VF 能不能賺到東西 欸 不急站 好不急站升起來 要看這個後續這個 頭鬼雷頭怎麼樣 他這個兵也應該會早些降下來 卡一下那個 柴瓦斯 但有機會嗎 感覺不行 還繼續當那個鋼鐵王蟲 繼續 繼續偵查 這感覺可以降在那個惡礦那裡 我覺得降惡礦蠻好的 去搞人家的那個惡基地 他飛過去了 沒有降下來 我覺得他降在那個惡礦正中間 讓那些工兵 跑很遠很 很白癡 他又飛回來了 好忙的兵營啊 好兵營飛回來 基本上都看光了啦 這個 VC也知道了 那就看接下來 頭鬼雷頭怎麼樣 有兩顆雷 兩顆雷要直接去了 喔不只 三顆 好像看起來是三顆喔 那正面的話 這個有點守不住 陸戰隊只有四隻的話 守不住這樣子 這兩顆雷 達到很好的效果啊 你看是他馬路有27隻工兵 但是他沒有辦法踩惡礦 所以他是他主礦的那些 有些那些工兵都是過剩的 所以 MAXPACE MAXPACE 像他的經濟稍微好一點 好這邊馬路想要撤動一個雙線 用那個兵營去射誘對方 空頭 主礦 通過惡礦 丟 還有一個雷要丟 主礦 丟 但是這個雷看起來 這個雷看起來應該是沒有隱形 那這樣 正好要再走 喔喔喔喔喔 哇這 哇你敢信 好卡好卡 他站起來把他卡住欸 太細膩了吧 那二礦的鬼雷不知道解決了沒 好坦克出來 好那到目前為止 呃 鬼雷也沒有賺到什麼嘛 然後神族沒有三礦 閃錐 喔 炸到一個 工兵 好 那這個探測 好這邊 鬼雷也算是清晚了 只殺了 看起來是炸了大概五隻左右 炸了大概五隻 三個雷炸五隻 但是讓那個神族的工兵拉來拉去 這個不管怎樣 這波進攻還是人類賺了點 好這邊是從旁邊偷偷繞回家 家裡 二礦這邊有沒有刁寶啊 馬路這邊二礦沒刁寶的話 這波閃錐 有點危險喔 因為後面那個 你看後面那個坦克架的 離二礦有點遠喔 所以這個追劣 他大可以 喔不行喔 只有六隻好像不太夠 七隻追劣好像不太夠 這邊跳過 他應該跳過去點坦克喔 欸兄弟看一下前面 好 把坦克打光 還是有點失誤 哇 失誤大了 死了兩隻追劣 死了兩隻追劣 那馬路上有點 也是有點怕啦 他不知道這個 Maxpan是不是要打一波 對 你看他是要把兩個坦克架比較近一點 因為下面那台坦克如果再被點掉的話 有點危險 欸這工兵 好物色 好 對阿 干擾一下採集 那以前這個自動砲台 喔 自動砲台已經改版好幾次了 你知道嗎 改版好幾次 最早最早版本的自動砲台 再丟下來可以持續一分鐘 自由之一的時候可以持續一分鐘 後來他改成那個 很快 就是一下子就沒了 然後傷害很高 那是他這個版本是傷害稍微下降了一點 但是他持續時間也變超 所以以騷擾來說的話 等於是讓對方 有反應時間拉工兵 工兵有可能被丟 那個砲台丟下來的時候 工兵有可能不死 但是以前那個傷害高的話 丟下來是一定死的 但是他持續時間也短 那我是覺得現在這樣比較合理啦 因為讓 讓防守方有那個操作空間 之前那個丟下來是沒操作空間 工兵是一定會死一隻 好那追劣這邊是想要跳上去 但是上面有 有防守拉 也沒什麼機會 這波是很難守的 這個差了30人口 火力強勁拉 這邊是不走那個緩速立場 直接把這個岩石打了 這個看起來是沒什麼守的可能 這有點強啊這波 好 三台坦克 應該是會分開架 工兵又拉出來了 哇又拉農民了 又拉農民了 又拉農民了 技能絕望 起來 這個看起來是毫無懸念 一開始那個工兵殺了八九隻 還是太傷了 好這邊恭喜馬路 2比0 那這場的話主要還是一開始 呃 工兵殺太多了 但 我覺得那個前面 就是一個操作的問題 就是 Mate Pace的手法我覺得是正確的 就是這樣守就對了 就是 如果你發現人家來對不對 你就是拉工兵 然後要把他的 不能讓他刁堡蓋起來 刁堡蓋起來你二框就掉了 所以那樣子的做法 也是沒錯的 那只是那個探測機 如果說能夠讓他損失再少一點的話就更好 好那這邊又要野一次 這個馬路看起來又要 又要放那個了 看起來好像又要再放 沒有他這場是要出 也死神 這場是死神 這場就不是 這場就不是像剛剛那個2BB那個打法了 那看這個死神有沒有機會賺到東西 那這場的話因為 現在這一季的圖啊很多都是那種腹地很大的 所以很多神族都選擇不要去 賭那個跳台了 所以剛剛那張圖我才會特別的把他講出來說 喔他去賭那個跳台 對 因為那張圖的腹地小 那像這張圖腹地大對不對 那而且你看那個 左上角那邊啊那邊不是有亮亮的嗎 那邊如果說你要賭那個跳台的話 你還要花很多建築物啊 哇那這個馬路看到你像他長這個樣子都開心啊 看到你開在那個地方 那 Masspass這邊工兵過來偵查的話 也知道你今天野兵贏了 他知道你野兵贏了 所以有出這隻狂戰士 欸那個是 他不知道把什麼東西蓋在那邊 B1嗎 看起來那個大小形狀看起來比較像是 B1的B1的樣子 這邊是殺了一龍 殺了兩龍 欸欸欸 喔 哇關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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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死神太關鍵了 這隻死神太關鍵了 哇那這波壓制沒力啦 兵贏只能飛走 你看這個野兵野半天 只 只出了一隻死神殺了兩隻龍 死神才死掉 虧爛 哇馬路這場難打了 這 這個 這個馬路這場難打 那個死神應該是要賺大的 賺很多 結果只殺了兩隻龍 而且還死掉 基本上 就是虧報 你一隻死神 你在 你野兵贏在人家家 一隻死神 只殺了人家兩隻龍 然後還死掉喔 喔這個是虧爛那種 好那這邊是強行進攻喔 這邊有放一個 水晶塔讓你沒有辦法堵起來 但是也沒差 自己把自己堵起來了 好要開視野 這個鬼雷位置很不錯 但是 因為有那個啦 有水晶塔有視野啦 所以他可以在下面擺打 這邊要槍點這個鬼雷 看來是要用 換戰士去換了 好把鬼雷點了 上去 我看起來怎麼看起來 嘖 欸 這個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處理那個鬼雷 他如果有一隻 工兵或是教士來的話 就可以了 有工兵或教士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鬼雷給引掉 三隻追烈 從他的視角這邊是有點危險 好這邊 水晶塔掉了 所以已經看不見了 欸 十來的祝福 十來的祝福 哎呦 哎呦 啊 馬路空了一下 但沒辦法被踩住了 啊被踩住了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這看來還是爆炸 欸有隱形女傲嗎 喔這邊是工兵拉出來 因為女傲被點 這邊工兵拉出來 喔 B站不讓他打掉 因為他把B站 他準備把B站升起來 好 女傲差一點 女傲差一點 喔呦 好 女傲這隱形女傲要好了 然後 man's pace 家裡沒有 啊 掉吧 要掉 那個B站要掉 沒掉 好隱形女傲要好了 隱形女傲 甩起來甩起來 甩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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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 好掉一個 好追劣十一 喔唷呀 點棒 點棒 OB快 VR好了 VR 但OB OB還要一點時間 他要加速生產 哇這甩得很不錯喔 我們看那個 馬路度的那個女傲在甩的時候 他基本上沒有什麼那個 沒有什麼停住喔 這個技巧就是 你要 因為 女傲在攻擊的時候會有一個 攻擊的時候他會停下來嘛 你移動的時候 他停下來會有一個 慣性 所以你要操作那女傲能夠 邊走 邊追 追集的話 對就是你要移動 然後按一下攻擊 然後繼續往前 就是你按的那個攻擊 怎麼講呢 你 你按攻擊 然後再加上右鍵 這個這兩個行為 一起做的 間隔 就是攻擊 指定一下打 你就要按移動了 聽得懂嗎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讓你的女傲 保持在一個 不太損失 移動速度的情況下 然後可以一直黏著他攻擊 這個大家有 可以試試看 如果不知道有這個技巧的話 可以試試看 移動的時候 你攻擊你的女傲 還是會有一個 慣性 還有一個慣性 你看他是要往後走 我剛剛攻擊的時候 他是 有攻擊動作 但是他的 他的肉體 還是在往他原本的 移動方向走 這樣的話就可以讓你的 女傲邊走邊攻擊 大概就有點那種感覺 好 好 要 好這邊看起來 如果是跳 喔有三個坦克 有三個坦克 哎呀 哎 主礦有點危險 主礦看起來是 有機可乘的喔 因為他三台坦克目前在下面嘛 喔他想要跳那個惡礦嗎 不行不行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只要 神主只要一衝動 人就沒了 這邊頂多點點攻兵 然後把 殘血追劣再起來 好 可以了可以 不要太彈 這個雷扣走吧 等一下圍巾過去 不用不用不用 四隻追劣 結果人就沒了 哎 直接跳上來了 要點坦克嗎 點那個坦克不太 不太現實喔 因為下面就有其他坦克在 哇 這個是直接散成一個散型喔 那這個時候對人類來說就很考驗了 因為 人類如果坦克架的慢 那你的工兵就會一直被鬧 沒辦法採集喔 但你架太快 就是你收太快 一個沒處理好 他追了直接跳你的 跳你的坦克 你坦克被打掉 人就沒了 好 二狂這邊要出事了 哇這很會 找 找這個 防守漏洞欸 哇可以可以可以 馬路這把 馬路這把應該是爆了 這個主礦二個礦被干擾太久了 我記得這邊好像可以往下跳的 這邊好像有一個 可以往下走 因為死神好像可以從這邊跳上來 好 下跳走 主礦這邊也在鬧 雙線騷擾阿 欸 乖乖乖 再走吧 好這已經鬧爆了 然後在這個同時呢 Masspass的3GD也是 營運的差不多了 它是59農 好像要開試礦喔 好試礦也開了 你覺得你要再次出來 你覺得你要再次出來 還是想要賺一點 想要打一點經濟環 那馬路是他非常被動阿 他的部隊都是坦克 然後外面有很多墜裂在那邊 他也不好推進 掠奪者也不多 基本上好像沒有掠奪者 對他沒有掠奪者 力太差了 有沒有他在攻擊的時候有一個 慣性的欸 慣性往前 長點 貨幣來了 其實馬路的那個女妖阿 我覺得他女妖控的是超好的 就他女妖 在之前 因為他後來比較少出了 他之前大概在 三 三四年前的時候 他不是有一次 一整年的GD手冠軍都是他嗎 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女妖真的是 控得超級好 他絕對是世界控女妖控最好的 他後來 比較少看到他弄女妖了 好出發 這波 我覺得這波打不下 這波 都不容易阿 而且你到那個神主加州神主好閃電喔 又拉農民 這次有閃電就沒有怕農民喔 拉農民是打巨像這種比較強 但是你如果今天是遇到閃電的話 其實走閃電的話沒有那麼怕這些農民 電一下 弓兵要來 你看這等一下閃電電一下 那個弓兵就去一半了 不過 一般來說是會這樣子 就是有什麼電什麼 他不會特別去電說 要去電弓兵的電 有什麼電什麼 當然能電槍兵是最好 坦克架起來 其實兵還是蠻多的喔 剛剛這些兵如果說是第一時間架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Masspace看起來是涼爆了 這邊 哇 這個位置 誰受得了 好強兵展開打 好像要換家了 還有閃電嗎 Masspace的 人口是領先30的 好這邊是過去鬧了一下 然後開始狂張是從後面截後援 這個等等要包了 好衝上來閃電有沒有 閃電有沒有閃電有沒有 電一下 還有嗎 哇沒魔沒魔 沒魔一次死兩隻閃電 哇很危險喔 很大的危機 好這邊有很多的狂戰士在截後援 可以可以 這截後援做得非常好 哇直接閃電跳過來 是否衝動了 沒有閃電啦沒有閃電大哥 哇又死光了嗎 沒有閃電 好後面的狂戰士 後面狂戰士 後面狂戰士出事了 不是後面狂戰士做事了 殺了一台坦克 那正面的狂戰士也衝上來 可以喔吃光了 吃光了吃光吃光 哇 欸感覺剛剛是不是 坦克有點誤傷啊 這個陸戰隊死了有點快 感覺好像坦克有炸到自己的 炸到自己的陸戰隊喔 剛剛可能狂戰士在包夾的時候 對不對 坦克一炮炸下去 然後把自己的陸戰隊炸狂 不然的話剛剛看起來 那個馬路的 馬路的部隊是還蠻多的 結果 那個陸戰隊死得很快啊 哇 居然守住了 這打坦克還是用包夾啊 比較強啊 這個後面 後面那個截後緣 截一截對不對 正面跟 背面的狂戰士一起包上去 把這波守住了 我感覺剛剛坦克應該是有誤傷 不然的話 神族部隊看起來沒有比較多 但是卻 打贏 哦 那這邊 Messpace 反超 哦 不是反超 他這邊是領先50人口 那 馬路剛剛因為山礦 這邊被狂戰士插了一下 對不對 經濟有夠差 而且他還all in了 對 所以農民剩38隻 這個剛剛那波沒打下 已經算是 哦 氣力放進了 哦 氣力放進了 好 狂戰士往裡面走 正面要推了 正面那邊 正面 大量狂戰士衝上來 看來這波要直接帶走 上面還有兩隻閃電 直接電起來 哇 EMP炸得很不錯 EMP炸得很不錯 EMP把 哦 閃電三隻全部都沒魔 後面還有一個有魔的 媽 有魔 媽 媽 電 好這邊EMP沒了 電到電到電到 但是 部隊也是數字蠻多 這邊是往後退 哇 馬路這波打得很漂亮啊 EMP炸掉三台 三隻聖堂五式的魔 哦 難道還有一線生機 但是這些陸戰隊的血量 有點 狀態不是很好 那 這邊是 繞了一波關戰士 從上面去山礦 這個 這個血量有點糟糕啊 但是馬路好像 還是被必須推了 但是這些鬼子都沒魔了 哇 我覺得這個要被狂戰士插爛 狂戰士比陸戰隊還多 這邊衝上去 令人絕望的狂戰士有點多 狂戰士有點多 兵太少了 這人類的兵太少的話 會 會沒有辦法把那個狂戰士給秒掉 好我這邊有巨像 看到巨像跟鬼一樣 看到巨像跟鬼一樣 巨像你敢 哦 有巨像你還敢打 哇很兇很兇 而且那個馬路的攻防很低 他只有一攻一防 有巨像再 掃起來 掃起來 哇很甩喔 把白球甩掉了 你敢信 好這邊打到GG 我們恭喜 這個MAXPACS 搬回一層比數 來到1比2 好那這邊 呃 我想去看一下 剛剛那邊 坦克那波 我覺得坦克那波 蠻關鍵的 這邊看一下 因為這邊看起來應該是 應該是 神族應該是打不太贏這波的 你看我是要攻防 人類是一攻一防 對 人類是一攻一防 那這波 我們看一下 要往上打 然後目前這個 你們仔細看喔 你們仔細看 這個地方阿 馬路是我在控坦克的 你們仔細看 你們看那個紅點 我放慢 我放慢 你看喔 馬路的 你有沒有看到下面有紅圈 下面有紅圈 這邊表示馬路他是有把這個坦克另外邊對在控 好這邊 狂戰士衝上來 坦克 坦克 有沒有他其實坦克已經很努力的在 很努力的在那個 控他了 嘖 好像沒有炸到欸 就是真的 腰體沒魔了啦 他這腰體都補到沒魔了 然後打針 打針打了一次 這時候打了一次 他腰體都沒魔了 你看腰體都往前衝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 其實馬路有控他的坦克欸 他不是因為坦克招到自己 他是因為一腰體已經乾了 然後這邊打針衝上來 你看其實坦克沒有那個喔 這坦克是我在控的 你看他坦克的頭晃了晃去 就有需要點對方的追劣 所以 其實不是被坦克誤傷 是 幾波打下來對不對 這一腰體已經補到沒魔了 所以那些陸戰隊才扛不住阿 他沒有 如果說今天神主的部隊 是從一個方向 譬如說只從右邊或只從左邊的話 那陸戰隊在集火的時候 就會打那個離他最近的嘛 你前面的單位跟後面的 前面陸戰隊跟後面的陸戰隊 都會打離他近的狂戰士 這樣狂戰士損失的速度就會很快 那但是你今天是用包的 那 人類的 人類的陸戰隊的攻擊就會 火力就會分散 因為他不太可能控陸戰隊去集火 狂戰士一直一直控 也是辦得到啦 但是 通常不會去做這操作 坦克的操作比較重要 因為坦克炸到自己的陸戰隊的話 那基本上可能就會更慘 那所以剛剛那一波 他是 馬路是全力在控他的坦克 但是最後被守住 我覺得是因為 前面 因為打了可能 已經是第三波還是第四波會戰 那個一腰體已經補到沒有魔了 所以陸戰隊才會 才會站不住 所以目前我們殺是得到解答 好那這個 這場 Massplay是打得很漂亮 尤其是剛剛守住那波 對 打耗了好幾輪 終於把那個 魔力給 一腰體的魔力給耗光了 那這邊目前比數是佔到一個 1比2 對那 這場是 這場比賽是Bull 7啦 那我這邊先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先講三場 那 剩下的最後Bull 7的場次 我們會在那個禮拜三繼續做講解 好那我們就先到這裡啦 那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說你喜歡我的講解影片 歡迎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有想要我講解的比賽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好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 好嗎